请 陆总 您好 请坐 上次说的保险的事情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你要想好就直接找我买 我可以给打折 陈小姐 那个是小事 比起那些来 我其实对您更加感兴趣 对我 我姓陆 陆明 华盛公司的董事长 我找您其实是有件事情 想请您帮忙 找我帮忙 我除了能卖保险给你以外 我还能帮你什么呀 陈小姐 其实我不光知道 您叫陈晓琳 我还知道 您有个女儿叫张铜 您还有个前夫叫张鸿兴 而且你最近好像 在美国遇到了一些困难 是吧 你 您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是美国那边人派来的吧 陈小姐 咱们摊开来说吧 六十万美金 对于现在的您来说 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就算你的前夫张鸿兴 也未必一下子能拿得出来 有句话我不得不劝你 做正确的事 永远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 有时候 换条路走可能会走得更顺畅 你别说这些玄乎气玄的话啊 你到底想干吗 我想要一样东西 而这个东西 只有你才能帮我拿得到 如果你帮我把事情办成了 我可以把整个案子收入的百分之四 作为对你的降业 这些钱 虽然还不能完全应付 你在美国的那些困难 但也足够你在国内 舒舒服服地过一阵子 你想让我帮着你害张鸿兴 我能说是害的 我其实是在帮他 同时也是在帮你 帮我 你想想看 你现在最大的劣势是什么 沈小姐 你一直在被张鸿兴压着 如果我帮你把他打到谷底 这个时候你再把他拉起来 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对你吗 你考虑考虑吧 我等你给答复 不这样吗 你这边要召的 我不会像我 那一个柠檬 在这边 希望你们这边 这个多好 好 自己就看 你会让我去看 好 汤姆 这个方案的方向 你跟石总那边 沟通过了吗 沟通 民事在沟通 他就是不听具体方案 要这次玩的呢 就是公开招标 现场择游开标 我觉得挺好的 那位帕皮这回的设计方案 非常完美 我认为我们是胜券在握 那就是没什么进展了 马萨 你那边的内线怎么说 您放心吧 石总那边的预算呢 我们已经摸好底了 假消息也已经放出去了 对外我们爆出的 是这个数 就算对方也安排内线 爆出比我们更低的价钱 我们也好有个降价的标准 过得着 降价是下下策 投标是跳水 就算是公司中了标 对业绩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工作 做到前边 通过标书 大家对这个投标公司 要进行一次迅速的摸底 比如他们的注册资本 以及之前的成功案例等等 这样能帮我们卡掉 不少竞争对手 让他们没有机会 参与后边的这个竞价投标 还有啊 我们可以找一些友商 将来帮忙围标 对了 玛瑟 帮忙围标给我 大家散会 散会 好客里的骂脸 碰不了几天了 他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 不过我们还是要选择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要随便批评他 就你 素质高 那个谁 上班呢 叫着他一块儿咱喝一会儿呗 不行 我去接疼梦 你那前妻 真是无耻的 上档次啊 孩子都不接 速下速决啊 关美洋这个后的 我都不愿意 师傅 你回头这个龙头 帮我多安几个 应我人多 然后麻烦您速度稍微快点 我着急用 没问题 我一会儿看一下线路 立马就开工 我就加班啊 也把那活给您干完了 好嘞 谢谢啊 你刚刚看着 回多少钱算给我 很嘞 师傅 这三个灯的灯泡 你帮我换一个亮的 好嘞 然后这玻璃灯照你小心点 好嘞 你放心 还有这边线的灯也是 换一个特别亮的 好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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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管子小心啊 放地板上 地板上没煮人呢 下次吧 您这墙子是个车重墙啊 这放 办了房子 全能指着这墙来支撑 你把它全拆了 容易出现危险 不是 我 我不全拆 我 我打到这儿 不是 我说呢 要全砸了就太危险了 因为我把 我把这边打完之后 我多三四平米 我能放上床 多收一份的租呢 行行行 您出钱 我干会儿 您说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我干会儿 您放心行吗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大哥 你这水管 那用什么材料 哪个便宜用哪个 这租的房子 我这儿不是自己家 阿浩 走吧 大哥 这房租吗 租啊 彤彤 你怎么就自己 跑回来了呢 今天放学早 我就坐地奥妈妈车会 那你应该 打电话告诉我呀 你知道我在学校门口 租租等了你一个小时 下次再这样子 你要提前告诉我 就算我去不了 我一会儿让你妈去接你 我妈 你这时候想起我妈来了呀 但我请你以后 别用得着的时候想起她 用不着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问她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呢 我怎么想你了 我想错了吗 我只知道你每天约会 别人的事情 你丝毫都不管 你在说什么呀 我所有为你做的事情 你都看不到 我看到什么了 我只看到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不在乎 你却管着你自己的事情 你妈生什么病 她身体怎么了 你现在知道关心我妈了 对不起 我无口风口 但我也请你以后 别照顾不了我的时候 别俩所有责任 都推卸给我妈 我不会 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做 是 或许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好 但是我也很努力地在弥补 你弥补什么了 你是弥补从小没管我 把我一个人留在国外 还是弥补我想给我一个 完整的家庭 却把我最喜欢的江老师 给赶走了 还是弥补我想作为一个 好爸爸 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不跟我妈妈 抚婚的人 是跟那个关美杨在一起 彤彤 彤彤 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不懂 我不用懂 我只需要知道 你既然生了我 你就得为我负责 就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是和我妈复婚 复婚办不到 彤彤 你不懂 大人间的事情 我现在很难一一 向你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请你理解 我是真的为你着想 我想尽量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我不用需求